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雍》频道 今天是2022年9月5日第623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港股,秀政,一盘骨 我们在第622集中说建行可能即将会创6年的股价新低 今天香港股市当然没有运行,也做得非常差 你看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时仍有19225点 跌了大概226点 他的成交金额是1000亿也不够 不过,如果说今天最恶劣的环境之下 其实他跌到19064点 其实再多几十点,根本就会跌穿19000点 不过最终都没有跌穿 其实恒生指数已经连续试了这次是第二次 是要去冲击19000点 不过又幸运,又没什么事 不过,熬不熬得过明天,也不知道 至于建行,今天的股价还要轻轻再跌多4个先 其实已经创了三年的新低 如果再迟一点的话,创六年新低一点都不出奇 因为我们现在香港的大市真的差得很紧要 记不记得呢? 其实在第589集的时候,我一直都在说恒生指数 就会向着19000点进发 当时就是8月2日 现在就应该刚刚过了一个月多些少了 冲击了两次都不能够跌穿19000点 但是如果外围形势,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好 尤其是欧洲那边,听说是乱得很紧要 所以我们香港恒生指数跌穿19000点 这个说法我依然是继续坚持的 你都知道,其实我们香港去到19000点 已经是真的跌无可跌的了 你看我们香港的股市,如果当是人来说的话 真是面无四两玉,真是白病前身 就是你可以用任何最坏的东西来形容香港的股票 我觉得都不为过的 不过今天我们希望用多些时间 看看我们现在香港的环境里面 还有什么股票我们可以拿出来和大家谈一下 因为今天谈的股票的种类都会有很多 希望大家给点面子,继续听下去吧! 刚刚才说我们的恒生指数 今天的收市是19000225点 其实最恶劣的时间是有很多股票 或者是恒生指数的成份股 都是跌穿了52周新低的 当然去到收市的时候有点好一点 所以就没有记录低 不过有几只股票去到收市的时候 依然是创出新低的 希望就和大家谈一谈 譬如好像这个煤气公司3号仔 已经跌到下去只有7.44 所以有些人就非常之心痛 另一个就是恒基地产 它也创了三年的新低 现在只剩25元松赤小而已 那你说可不可怜呢? 至于还有这个港交所 我一直在诅咒它会跌穿300元 它现在只剩306元左右而已 其实如果这个势再不好的话 再跌深一点的话 很快就可以达成我的愿望 跌穿300元的了 另外就还有这个工商银行 前一段时间刚刚才说完没多久 它也创了三年的新低 这么夸张的 另外还有一间叫新州国际 这一间也创出了52州的新低 我们看到香港的恒生指数成分股 都有很多没有运行的 其实不止这五间 连着刚才那间建行 已经有六间 起码收市的时候 是创出全年的新低 或者是三年的新低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是蚊变的 随时随地都会跌到 是妈妈都不认得的水平的 好 我们立刻来看看这个公用股 因为今天的公用股 是相当差劲的 这里有2号仔 3号仔 还有2638 是我们香港地道的公用股 我们有什么可以说呢 其实中电 现在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它香港这边我不觉得 需要担心的 但是它在澳洲那边的问题 相当之大 尤其是现在这个天然气的问题 因为价钱就飙得再紧要一点 我怀疑中电在澳洲那边 那种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所以这一间公司大家小心一点 3号仔同样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它今天的股价 才创了三年的新低 它现在的回报率也有大概4.7% 算是叫做中规中矩 至于有一间 就是我下了搭 前一段时间还说买了三注 就是这个2638港灯 那它今天 再创一个叫做三年的新低 哎呀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它是这三只股票里面 唯一的一只 那个股息回报率是可以超过5%的 那现在这样看下去的话 的确公用股不是那么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市场上很多人都认为 公用股是难以抗拒这个通胀 那当然了 现在那些银发债券都说给到4厘 对不对 那你现在这个公用股又要吃京风省 才得4厘 那么如果有得选择 当然是选择一个完全没有风险的债券来拿着的啦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令到公用股最近的股价都是迹弱的 第二个就是加息啦 喂 加加下息 就算我不买这些这样的银债的话 放在银行也可能有三四利息的话 那么我们还需不需要去冒这个风险 又去买这些这样的公用股呢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啦 现在放在你面前有三间公司给你选择 你说如果选择的话 哪一只你觉得选择得下手的话呢 你们告诉我吧 因为我觉得这三只里面 觉得可取的 我也是会落搭这个港灯啦 因为第一我已经洗失了头了嘛 现在在亏钱的 第二就是港灯没有去聊其他地方的东西 似乎如果是稳定来说它是最稳定的 因为煤气公司虽然没有去聊其他东西 但是它也有内地的业务嘛 那内地业务呢 也都未必做得好的 中电刚刚才说完啦 澳洲那方面如果进一步再买东西的话呢 今年来似乎就业绩相当难看了 所以这些公用股呢 现在是否一个好时机去买呢 我不敢说 不过我洗失了头之后呢 我就觉得港灯呢 应该会是比较可取一些的 当然它都背着一身债呢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上次已经说了啦 它背着的债有很多75%以上呢 都是属于定息的 所以暂时对它的影响呢 就不算是大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一些类似的公用股 类似的公用股呢 我就选了三个出来和大家说啦 包括了这个电讯营科八号仔 和这个1883 这个叫做中信国际电讯啦 最后一间呢 就是这个中国移动 好了 那这三间里面的话呢 它们的回报率呢 其实都非常之可观的 譬如好像电讯营科那样 有9.4%的回报率 对不对 那么中国移动呢 都有7.8%的回报率 好了 现在来看的话 哪一间电讯公司你觉得选得下手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一只八号仔 八号仔呢 最近职约呢 我相信是因为 和这个 它旗下的MIRROR 的组合演唱会出现了意外之后呢 那整间公司沉着了下来啦 当然 它所建立的那些 演唱会的事业 就没有了 那里可能会输 大概五六千万都不出奇的 加上呢 现在有很多东西都停下来 那这些亦是一个损失 所以原本今年 我觉得这个电讯营科的业务 应该会挺好的 但是现在这样看下去呢 有某些地方是会拖垮了它 那会不会令到它的业绩差得很紧要呢 那我又不觉得会的 只不过它的增长 原本我预计它会很强劲的嘛 那现在呢 要打个折扣 所以它最近的股价都不是那么好 但是呢 我也有期望呢 它在不好的业绩之下 或者没有增进得那么好的情况之下 它仍然能够派到股息 而且股息就应该还会有轻微的增长 所以呢 它仍然有大概9.5%的回报率 应该是挺好的 我就拿着它这间公司的股票了 所以我也想看完结局 看看这间公司到底可不可以翻到新鲜 至于这个1883这间公司 我就很少去研究它 但是我觉得它的股价都是波动性比较少一些 属于稳定的一族 它也有派大概8.3%的回报率 相当之不错的了 最近的业绩我都看过都算是挺好的 至于最后一间就是中国移动 其实它的派息比率是会提高的 所以它现在这个股息的回报率 是不止那么少的 可以再好一点的 你想想 如果三间给你选 你会选哪间呢? 我现在我会倾向 可能是这个中国移动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它够了大间 不知道大家又怎么看呢? 接着就要说地产股 地产股我同样地都是选三间公司 出来跟大家说的 第一间就是今天跌到妈妈都不认得的 行基地产12号 另外就是领展823 最后一间就是长实集团1113 这三间公司里面 只有长实集团 今天还有升幅 那挺好的 今天随正之后还有得升 所以造举股东应该是 连本带来都拿回来的 相当之开心的 这三间公司里面 哪一间你又选得下手呢? 我们逐渐说一下 譬如好像 行基地产 其实它现在跌到这个价格 和它的每股资产正值70元一股 差很远的 所以我不妨大胆提议 它们这个公司 可以用10送一这个红股的政产 继续做下去 不过10送一的话 就会令到很多股东 都拿着股票不放 所以股价相对来说就会稳定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因为你10送一的话 股票多了之后 那你下年派的息就要多些了 不知道它能不能赚到那么多钱 去给股息呢?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一间公司 现在不妨下10送一 大变动的话 这七厘应该就能得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妨考虑一下 至于这个领展 它现在是转型当中 由以前将那些旧形屋邨的街市改变之后 现在慢慢投地 建商业大厦 亦都是向海外进军 所以它是慢慢转型当中 也都将它的资产慢慢变得比较丰盛 或者比较更加有价值 不过这一间公司 现在做的 比较贴近民生的事 反而更好一点 所以它的股价 都不算特别差 但是它的股息的回报率 就比较差一点 只有大概5% 算是不太好 至于长实集团 我相信它今天有得升 是因为大股东 或者公司是有煤购股份的 甚至因为今天随正 所以李嘉诚家族 他们应该会拿到一笔很可观的股息 所以由现在开始 我不知道那些Police是怎样的 可不可以马上立即增持 如果可以的话 甚至可能是双股齐下 即是说公司就煤购 大股东就增持 所以今天的股价就特别顶得住 如果短炒的话 长实集团应该有得做 原因就是公司煤购 是帮助了很多 但是你想赚得多 也未必可以做得到 所以香港的地产股 这三间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都有不同的表现 不知大家又觉得哪一间会好些呢? 最后当然当然要说一说科技股 科技股方面 除了香港之外 我就会拿美股出来和大家说一下 因为有些朋友 他们也想知道多些关于美股的东西 至于科技股方面 最近我说的就是新意网 我说它是收租股就行 当它是科技股 也是其中一个成员 它今天做得挺好的 原本的股价是升到上5.5左右 但是收市的时候 就是升得很少 升了个五仙这么大把 其实今天在5.4多的时候 我就已经叫太太 如果可以的话就卖点出去 看到它今天可以升得这么好 但是太太忘记了 所以今次卖不到出去的话 就见财化水 但是这间公司我相信 它持这个股价 如果它做得好一点的话 我会继续卖出去的 只不过现在的股市这么弱 你说它想做得好 其实很难的 所以香港的科技股不说 我们说回到美国那边 因为美国那边有更多东西 有些观众想知道微软 即是Microsoft Microsoft做得挺好的 我之前好像是254元买入 然后260多元就琴琴就卖出去 当是一个短炒 是是赚到钱 不过它现在跌下来的水平 我自己有个愿望 如果它能够跌穿250元的话 我说今次老虎蟹都要再增持了 这就是我说的 但是现在保持在大概是256元左右 希望它有个大跌的话 有个机会让我买入 因为这间公司我相信是相当稳定的 它的策略也不是太旧 也不是死估估的 所以我对它是投入100%的信心 兼且我都说过了 如果在新义网股价高的时候 卖出去之后 那些钱拿回来的话 买到这个Microsoft的话 做些环球性的业务 这样可能会好很多 另一间就是这个ASMO 这个ASMO我说过了 是全世界真的做晶片机 只有它一个可以做到这么美好 也差不多是独市生意 它最近的股价也由高位 含含升下来 我现在都在等一个好机会进入 因为这些比较垄断性的公司 其实就不用怕的 除了垄断性之外 其实它的需求一直都存在 你说垄断得来 没有需求性的话 那就不行了 但这一间公司 未来的日子里面 其实很多产品都需要用到 它这个光刻机 才可以生产到晶片 所以这一间公司 我也信得过的 至于 说一个科技的药股 是医药股 为什么要说呢? 因为最近又听到消息 说南美洲那边 疫情又开始爆发了 你知道南美洲 传客传客就上去北美洲 那就是美国又会出事了 我原本以为辉瑞或莫德纳 今年来这些疫苗 应该往事就会过去 会回归平淡 但现在看上去 未必的 真是一波又一波 杀起来 原因是 还有很多世界 还有很多其他国家 他们是没有疫苗的 因为他们付不起钱 所以这些病毒 会一波一波 据我朋友 今天所跟我说 就是说 南美洲那边的病毒 都挺厉害的 如果是的话 即是说 辉瑞和莫德纳的股价 依然还可以继续坚持多一段时间 因为它的疫苗 是要继续不断去研发 因为病毒 它没有停下来 所以这个疫苗的研发 也不能够停下来 最近这两间公司的股价 都不是这么醒神 那就对了 所以这两间公司的股票 我都拥有 只不过 看看会不会突然间 有些不好的消息 是关于病毒的问题出现了 令到这两间公司的股价大升 到时就是我散水的好机会了 好了 今天我们的题材 就说到这里为止 希望对你们有用 这些资料 同时希望你们看完这条片之后 可以按个like 作为支持我这个频道 多谢各位 今天也出了一篇新的文章 而这篇文章就是 关于英国的通胀问题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长和系 即是李嘉诚旗下的企业 原因是他投资了很多钱 在英国这块地里面 现在英国的通胀那么厉害 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 可以进来这条link 看一看 如果看完之后 希望你们有时间 帮我按一按前后左右附近的广告 那就行了 多谢各位捧场